果然没有发生任何的交火跟任何抵抗 俄罗斯军队是步行走进来 很难想象 长驱直入 散步进来是吗 然后布林肯突然跑到基辅 跟乌克兰外长吃了一顿披萨 身为一个略懂披萨的人 这里的披萨是一流的 我超级超级推荐 前线吃紧 后方紧吃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就冒出这句话 然后上次我就为他有点担心 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谁来 上次那个苏利文来嘛 回去之后突然就 不知道哪里股折 肋骨骨折 休息了好久 再前任 奥斯汀国防部长来 然后也突然没有出现 对不对 后来去开刀 两个都说 都说没有问题 但很担心他的安危 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把他带到一个蛮暗的地方 去吃披萨 然后他要支援乌克兰 直到安全或保障为止 这是从开大以来 他低速度造访基辅 这次非常不一样 前线要崩了吗 然后这个普丁控出手 到中国大陆 也是美国非常视为对手的 这两个国家 要联合在一起 如果说这时候 泽伦斯基顶不住投降 那拜登还要不要选 所以丽将军再预言一下 接下来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 这整个事情要连贯来 一起看在一起 这是一整体的一件事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要从习近平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的时候 他们两个领袖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希望在巴黎奥运时间世界能够和平没有战争 大家互相顶火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把他连接在一起 那我想说习近平他以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身份 他可以跟马克宏讲出这种话来讲的话 他大概心里头有了八九成的把握 他才会跟马克宏在公开记者会里面发表这段谈话 好 接着我们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普京去跟习近平两个双方见面 这边我特别要提出来 普京特别提出 他说中国提出的十二点主张 对于俄乌战争的十二点主张里面 其实普京有回应 普京现在条件是什么 大家要记得他第一个就是他希望说是 他那时候发动军事特别行动 几个目的就是乌克兰要去军事化 你不能加入北约 那时候你不能加入北约 第二个你要去军事化 第三个就是顿巴斯地区要让他们这个 普京一直没有说要把顿巴斯纳入他的领土 虽然他通过公投 但他现在的条件开出来什么 就是顿巴斯来讲的话 他希望以后我们再来谈 就是要不要通过公投或者是说 化为一个特别行政区 或用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在后续来谈 但是克里米亚是我俄伯的 他说克里米亚那是无庸置疑 但是顿巴斯你是不是乌克兰你的领土 可是你要给他一个特别行政区 你不可以去欺负那边的恶意的民族 尊重他们那边语言 还有第三个他讲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乌克兰要去军 你要慢慢缩减要裁军要缩减军事化 怎么样缩减军事化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最重要一个工业城市 当我攻击你哈尔科夫来讲的话 那就有利于我后续的谈判 你自然而然你就没有军工产业 你就生产不出来重要军工产业 我们都知道哈尔科夫如果被打掉以后 乌克兰就从一个工业国家 变成一个完全的农业国 那奥德萨打下来以后 你就完全变成一个内陆国 所以那时候我就认为说是他要去军事化的话 就一定要非要打哈尔科夫 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来讲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哈尔科夫 为什么我那时候会预判说要打哈尔科夫 因为来讲的话 这个军队来讲要确实要保持有深战力 就是你要保全战力是最重要的 那时候英国法国从敦克尔撤退 到英国去以后 就是为了将来才有诺曼蒂登陆 他有深战力保存了 你才能够去反攻 那现在来讲 这乌克兰很笨拙的 哲伦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在这个顿巴斯这边的战线里面 把他所有有深战力全部消耗光了 包括去年来讲 他大反攻 这个北约跟美国帮他组建的九大金刚 九个美制的这种装甲铝 就是美国的M1坦克 德国的鲍尔坦克 这组建的九个装甲铝 很强的完全是北约装备的九个铝 也经过北约部队的训练 但是这九个部队 九个铝的部队都已经最精锐部队 都已经在在顿巴斯这边 不管是巴赫姆特 或者阿富迪乌卡 全部都消耗光了 所以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战力的状况之下 那你战力也没有 这个弹药也没有 当然这个 而且军队全部都被吸引到 南部这边来顿巴斯这边来的话 那当然这个俄罗斯来讲顺理成章的 就从北部来讲哈尔科夫那边发动 发动新的攻陷 在战线从哈尔科夫这边来进攻 当然第一个对他俄罗斯的南部来讲的话 就建立一个缓冲区 你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去攻击我的油田 攻击我的作战设施来讲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造成一种困扰 也消耗我的国力 所以他会从北部这边来发动 这是他第二个目的就是建立我缓冲区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削弱你的军工产业 第三个我觉得打哈尔科夫 还有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影响你的军心士气 你想想看我国家的第二大臣 基辅这是我首都嘛 我第二大臣都已经被攻陷以后 你想想对这个乌克兰的民心士气影响会有多大 所以你看到这个俄军医进来完全不设防 轻轻松松走着进来 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 当然把这个消息公布的那个指挥官很冲动 后来隔天就被换掉了 那利将军打完哈尔科夫 看起来打得顺风顺手啊 接下来会怎样 我觉得打哈尔科夫 俄军总共军力大概五万的兵力 但是有一千多辆的战车 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钢铁洪流 整个吸远到哈尔科夫 可是来讲五万的兵力 你要去进攻一个一百万的城市来讲的话 他大概对哈尔科夫 不会像巴赫姆特一样采取城镇战的方式 因为这五万兵力来讲 不足以攻进一个城镇来打城镇战 所以应该不会打城镇战的方式 但是他会用什么 会用包围的方式 我把你哈尔科夫跟基辅之间的这种交通线 或者道路完全把你切断 然后用围城的方式来破你这个投降 或者是让打击你的民音士气为主 那当然我认为说这场战争 以俄乌现在的军事实力来讲 不管是兵力或者是后勤资源 所以为什么布林肯这么急着去 从这边我们就看出来 布林肯非常非常的着急 超乎他预料之外 说是怎么突然去打哈尔科夫了 他是去稳定住泽伦了吧 他第一个就是他去又讲了第一句话 跟泽伦斯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的军援正在路上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是我要提供你军援 你尽量撑住 他怕他不信 但是我军援还没有到 军援还没有到 在这种状况下 那当然就十几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普京来讲 这个时候发动攻势 然后又跟习近平见面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我个人认为说是 这场战役可能会很快结束 因为双方实际悬殊 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 那这场战役 我预判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认为可能是七八月左右的话 就是奥运的时候 可能就会告一段落 那是一个期间 而且再过来就要变冷了 像乌克兰又没有变冷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就获得后续有力的 谈判的一个条件 就是围住你的哈尔科夫 那这时候我破你北约 你乌克兰 你泽伦斯基要不要谈判 然后我也给了习近平面子 也给了马克宏一个面子 所以这整个是从 这整个远线 你要整个大局来看 我觉得是这种 对时间关系 我在最后警长问了丽将军一下 那你会不会为 布林肯的安危担心 他回去也会休息一阵子吗 我觉得不会啦 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就 我觉得就 普京来讲 他已经到那边去了 这是我设的局 就是让你 目的就是叫你布林肯进来 你好好劝一劝 泽伦斯基 你现在来讲 总统任期马上也到了 对不对 你已经是一个 不是合法选出来的总统 再吵他的任期 因为他的任期是520到 跟这个赖金的520上 照理说他520是要下来的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昭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研德国专利昭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